三农长短说够新鲜更有趣 这几天江西梨川野外种植的赤松茸成熟了 喜欢吃赤松茸的朋友可得抓点紧 等天气再热一点就吃不着野外种植的赤松茸了 在梨川县隆安镇的千亩赤松茸种植基地 村民们正在松林间有条不紊的采收赤松茸 分井装箱 这是今年野外种植赤松茸的最后一茬 采摘将延续15天 因为天气的原因嘛 赤松茸出了头以后 它就非常的容易开闪 这个就是开了闪的仙菇 开闪的仙菇它有豹子粉 豹子粉会掉落在我们的军床上面 如果不及时采摘 这些豹子粉会影响我们来年的种植 天气热了就采不了了 但在这每年近三四个月的断货期 赤松茸的价格会比其他时候高出三到五倍 不能眼看着这商机从眼前溜走啊 这个基地也在想办法了 多个冷库中已经放置好了一排排的置物架 他们准备尝试反季节种植 感谢观看